人宗一生节俭哀民堪称帝王之典范 半夜想吃烧羊肉 却又担心厨师以后每晚都要杀一只 养 于是选择忍耐饥饿 另一方面就像寻常的君主也颇好美色 尤其是管束自己的刘太后 一去时候开始放纵年方 25岁时 身体就隐隐有透支的迹象 引起朝臣的担忧 大臣们之间互通信件 谈及人宗的身体 忧心忡忡写道 正月以来宠幸上美人宫廷传言 刀路留步尽有人说 圣体因是常有不育 仁宗沉溺女色往积极的方面去想 是为了早早生下 儿子 好为大宋帝国储备未来的接班人 公元1037年赵真的长子出生 仁宗颇为兴奋 他当即下令所有宰崖犯死刑犯 全部将最一等流放饭以下 则予以释放 可惜黄长子出生当天就夭折了 两年之后美人描示 为他诞下黄第二子 孩子长到三岁时不幸因病离世 黄二子病逝六个月后 即公元1041年8月人物 诸才人生下黄三子 两年后的正月 仁宗正式封黄三子为恶王 然而加封的赵令 还为宋达孩子敬以病逝 从此之后 仁宗皇帝的后妃再也没有给他生下哪怕 一位皇子 为了延续君权皇帝 在没有儿子的前提下 可以选择一个宗室子弟养育于宫中 关键时刻可继承大同 早在大儿子出生两年之前 有个叫赵宗时的孩子 即被仁宗接入皇宫 交给曹皇后养育 彼时的宋仁宗没有丝毫的担忧 他让不满25岁 血气方刚的年纪 想要生下一个儿子 想来不是什么男士 谁也没有想到 悲剧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黄三子去世后 赵真真的急了 他不再假仁假义的说 养宗室之子 而是想尽办法生孩子 公元1053年彼时的人宗已经44岁 大臣突然呈上奏折 请皇帝立赵宗时为储君 臣子们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 在他们眼中仁宗可能在 也生不了儿子 如果继续拖延时间 势必影响大宋的江山社稷 这场皇帝与臣子的立处之争 持续了整整十年 其间仁宗皇帝用尽浑身解数 只是为了让臣子夺给 他点时间 甚至堂堂的一国之君 要哭着跟剑官商量 朕直清中清严 是也当更齐三二年 假有七年 1062年 53岁的人宗皇帝终于意识到 他大概率不会再有子嗣 终于在司马光等人劝谏之下 仁宗亲自下诏历赵宗 实为皇子 自明赵鼠除为遂定 好死不死的是 历赵鼠为皇子五个月后 仁宗临幸了某个宫人 这个宫女还自称怀孕 更不幸的是 仁宗因为冒含宠幸宫女 直接导致了子 挤得身死 这比风流寨因此变得死无对证 那个宫女名曰韩城 因为卷入这场政治风波 她的名字也被记录了下来 这个北宋政治圈的惊天大瓜 共分为两个版本 宫外传言版和宫廷内幕版 两大版本的纸笔记录者 同样大有来头 分别是司马光和欧阳修 司马光技术的宫外传闻版本 是这样的 永昌郡妇人翁氏属下 有一个宫女叫韩虫 韩虫自称她常去井边 挤水某次打水时不瞧被人 宗瞧见 仁宗见小龙 缠其挤梗及打水用的绳子 耳出左右 接莫见阴赵姓烟 其后仁宗还留下 韩虫所带着金串 作为两人日后的见证信物 怀胎十月照理说 就是一朝分娩之日 曹太后派人勘问 却发现韩虫并未怀孕 太后查问之下 终于发现 原来一切乃成之大 翁氏和韩虫共同作寇 以神怪之事 吉思埋金串 入佛堂土中 欺瞒仁宗皇帝照 姓知 真相大摆后 群臣请求诸杀虫 曹太后却说 这虫于尼寺 所以是中外之矣 若诸成则不知者 必未成实生子矣 最后太后 以御抚尘命葬成 佩妮斯为长发 而翁氏作贬 太后以御抚尘中的 抚尘欧阳修 即是其中之 一 欧阳宫所记录的 内幕版本内容 更为相识 事件支援起大同小异 仁宗皇帝贤居 剑义宫壁 吉景 由小龙缠其 急梗而出 以问左右接云不见 上读剑之以 唯义遂照 弓壁是之 此弓壁当然就是韩城 而其上司却成了柳妖镇 柳夫人铺会察言观色 某日仁宗独处各种 柳氏当职 结束特异前 韩城接班 事业仁宗再次命诏 而幸之遂有孕 皇帝照就取下宠 而手臂上的镯子 并且说道 尔当为我生子 以此为宴 结后仁宗将手镯 交给了内臣李永德 令其好生收藏 佳佑八年九月十七日晚 游宜官产科十余人 做婆三人等组成的医疗小组 共同去勘验韩城 是否怀孕 两天之后 宰臣向曹太后报告 宠甲怀孕的消息 韩城的轨迹 这才原形毕露 根据他的招供 自正月至今月水 及月经行为 长旨金方行眼 原来他在暗中使诈 而且据医官和铲婆的调查 人宗临姓韩城而使 李永德正在成都 不可能收藏韩城的镯子 镯子是他们提前埋藏好的 侯杨修等俯臣 遂向太后上奏约 仇是外意报文 经其伪计进路 可以是中外之一 但他们并不见义态 后诛杀韩城 杀了韩城 反而给世人留下把柄 曹太后身以为然 9月20日 欧阳修在福宁殿 参加完仁宗皇帝 得是策刻有 为帝王上市诏书的检测仪式 势必出殿 他得知韩城 已被杖刑二十送往成天寺 韩城事件爆发后 谁才是获利最多的那一方 一可能是宋仁宗 他或许借韩城怀孕 筹划改变帝国接班人的事情 二不可能是赵鼠 因为没有韩城 他能顺利登基 三似乎也不可能是韩城 根据欧阳修的技术 韩城伪造怀孕的动机可谓单纯 以免娘吃锤数日的好食 为了能吃点好的 免受皮肉之苦而已 此更奇怪的是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曹太后对韩城等人的处罚 简直轻得不像话 韩城仗则二十送往寺院 柳夫人被贬至一级 李永德之辈则像是没事人似的 甚至没有受到处罚 前例 宫内一个妾与禁足私通 李英一同被处死 有人于是向皇帝求情 任宗也打算睁一只眼比一只眼 曹皇后衣冠端庄念见皇上 请求依法论处 任宗命令皇后闭嘴 退下曹皇后 不从油然站着请命 过了片刻皇帝终于杀死了妾 而谎报怀了皇帝子嗣欺君之罪 所以此事件的幕后黑手 有没有可能是曹太后 公元1063年农历3月29日 任宗驾崩十年54岁 在生命最后一刻 陪伴在他身边的唯有皇后曹氏 宰相韩琪也不能随时相见 未防有诈 他还把宫廷各门钥匙收集起来 全部放在自己面前 任宗病过后的当夜 曹皇后急召皇子进殿 到了天明灯 宰相韩琪到了 他们紧接着就奉赵鼠继承地位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在巨大的悲痛面前 曹皇后表现得相当理智 没有哭哭啼啼 赵鼠继位的整个过程 寒崇是否怀有身孕根本不重要 某种程度上又相当重要对赵鼠而言 欧阳修就曾记载说 今上及赵鼠继位于旧前 中外天然无以言之意 曹鼠继位寒崇是岌岂不已 寒崇的存在就是对赵鼠帝威的威胁 说的阴暗一些 寒崇就是曹皇后拿捏赵鼠的一件武 弃 嘉佑八年三月三十日午夜 仁宗皇帝暴毙 四月初一三十二岁的赵鼠继位 是为英宗 四日晚英宗忽德及不知人语言失序 四月八日英宗皇帝的病情加重 上级增聚好呼狂走不能成理 不得已的情况下 喊齐等人请曹太后出山 四月十一日曹氏正式垂帘一切这样顺理成章